在中国怎么样取快递啊 因为这个人太多了 这个快递也相当相当的多 如果要挨个挨个的送过去 它很费时间 那就出来了一个叫做菜鸟驿站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阿里巴巴旗下的一个快递的机构吧 那很多快递就放在这个菜鸟驿站里面 那周边这些住的居民呢 这些快递收件者呢 就可以到这个快鸟驿站来这边拿快递 就是你不在家的时候啊 这个快递公司就会把这个快递放到这个驿站里面 那你下来班路过这里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拿回去 这台是菜鸟的自动取件机 就是拿了快递的时候 你要扫一下就代表你这个东西拿走了 这个是菜鸟驿站的一些货柜了 就是所有的带取件的都放在这个架子里面 它有一些编号的 比如说它有一个取件码 那你的快递到达这个站点的时候呢 你的手机上会收到一个取件码 这个就是一些带拿走的快递了 这快递还是挺多了 每天都放了蛮多快递在这里 那菜鸟驿站怎么赚钱呢 本来这个快递的话 不管大件还是小件呢 快递公司的快递人员去派件的时候呢 派一件是八毛钱的 那如果你放到快鸟驿站这一边 那快鸟驿站就要收四毛钱 那等于说快递员就只赚了四毛钱 有四毛钱呢 是由这个快递驿站赚走了的 所以这个菜鸟驿站呢 它给这个快递公司的快递员提供了一个方便 但是说也要从中收取一部分的利润了 准备出发了 中午休息了一下 刚才那个菜鸟驿站加盟 是要收一些加盟费的吧 大概一次性要投入三万块钱这样子 三万块钱搞定吧 那一次性投入三万块钱全部搞定吧 后面你就是要招一些人的工资 你自己要出来 还有就是房租水电你自己要搞了 那不是搞一个快递驿站比较好一点啊 省得天天往外面跑这样子 赚的又更多一点啊 没有要招到人来啊 要自己招人是吧 要招人 他一个人多少工资啊 看着你拍的啊 刚才那两个人是 刚才就一个人 一个老板 他招的人是多少钱一个月的 这个那个不大 年龄不大 很年轻 所以给他工资 因为第一次出来之后 整个工资也不会太好 4000走以后 好 第一次出来工作的一个小伙子 在菜鸟驿站那边上班嘛 只给他4000块钱 另外一个派件的就会这么招 6000多 另外一个派件的6000多 那那个包吃包住吗 小伙子 另外一个不包吃也不包住 6000块钱的不包吃住 这个只包住 中午吃一顿 这个只包住 4000块钱的这个小伙子 只包住 中午包吃一餐 有没有社保的 是锤子吃的 没有社保 锤子社保都没有 那还有其他福利吗 屁好 没有福利 每天干几个小时 他们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1点钟左右 从早上9点钟干到晚上11点钟 这个工资也太少了吧 工作强度这么大 这很难搞 这怎么搞嘛 这样子 很耗时间 很耗时间 就是完全用时间熬出来的收入吧 一个小时不熬就少一个小时的钱啊 那这种的话不适合长期的发展吧 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小伙子啊 干这一行 只能说做个过渡吧 长期肯定是不适合的 四五千块钱在深圳 别说养家了 养自己都难啊 现在装货完成 准备去送货了 刚才到里面看了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东西比较容易损坏的 还是要卖家包好一点啊 打包要结实一点 打包要结实一点 因为里面的话 真的会没有办法避免这样子丢东西了 没有办法这样子避免去扔这个东西了 因为这个太忙了 东西太多了 小一点啊 你想清拿清放真的是很难做到了 我刚才去那边看了一下 一些小东西清东西都是这样子 人来人去的 没有办法避免 真的是没有办法 那因为这个三通一达 这个快递费本来就比较便宜嘛 一个小件可能几块钱 就从中国的这一头寄到中国的那一头 你说这些人怎么赚钱嘛 那只能提高效率了 压缩这个送货员的这个收入来赚这个钱了 所以说有些东西一烂一碎的东西 还是包装好一点嘛 以免造成损失 当然我不知道顺丰快递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分减的啦 还是说清拿清放啊 但是刚才我去这个地方看的话 确实比较糟糕啊 那贵重东西如果三通或者说京东快递 他们做的比较好的话 像一些易碎品啊或者说比较容易损坏的啊 生鲜水果这样子啊还是建议走好一点的快递公司吧 因为他们价格会比较高 但是他们这个比较有保证啊 这个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了 你又想便宜又想服务多好 这个世界上很难找这样的事情呢 几乎是没有的了 现在这个快递也很少派到个人手上了 要不然是派到蜂巢快递柜里面啊 要不然就是派到菜鸟驿站里面了 所以说派到个人手上的这种几率还是比较低吧 有这个菜鸟驿站有这个蜂巢快递柜 一般就不用像以前一样挨家挨户的这样子派见了 那对于派见影来讲还是相对轻松一点的啊 但是说这个钱就赚着少一点了 因为工潮快递柜跟这个菜鸟驿站要收掉一半啊 收掉50%的利润 今天下午配送的地方跟上午是一样的了 那现在拉了一满满车祸都超载了 现在没办法必须超载啊 不超载怎么不超载怎么赚钱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现在准备要去派见了 不超载都不行 不超载是没有办法赚钱的 你如果多跑两只的话你就赚不到钱了 所以超载是标配吧 这个是小兄弟 带着中通快递的钢规 我们一起去送货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啊 不管刮风下雨都得送快递 上午搞一车搞到两点钟 下午接着再搞 我跟我这位小兄弟 骑着这个小毛驴 穿梭在中国的一线大都市深圳 那行我要开始去搬砖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拜拜